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事真是就说不能出事 你知道吗 一出事你就觉得都是一督路的事 就是你看因为公安局 你这个有点失误 对吧 他未成年人 你根本不应该行事拘留他 结果这事一闹出来之后 绷击你就发现 这个县里的公安局长 对吧 涉嫌行贿 然后他的上司那是涉嫌受贿 然后一下就传出消息说被免职 但是还没有得到核实 然后更高的上司 就当地这一串 现在就查下去了 本来是抢工的 本来是500下第一人 对 第一只螃蟹 对吧 第一只螃蟹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这么大关注 就是因为两高司法解释以后 这条规定备受关注以后 它是第一个案例 所以意义重大 将来讲起来也是意义重大 结果这一只螃蟹吃的大家都是学 就说结果这一只螃蟹 被螃蟹咬了一口 对 吃的大家都是学 是啊 而且呢 这有意思 你说这个这种微博啊 我现在发现啊 这个现代人们有已经有一种习惯思维 我是不开微博了 是吧 但是我不开微博就是因为我抱残首缺啊 可是我现在觉得啊 我在这个社会里行走啊 好像我有点被迫要开的这个压力 你比方说我在这个央视不是开一个节目吗 是吗 开节目 你就见着了 我就是 比如说一个节目组开会啊 我是在这 他讨论节目的哈 但是他有两个人呢 拿着照相一直给我照 我说你们为什么老跟我照相啊 发造讯 我们是宣传人员 然后我说 做节目不就做节目吗 为什么要宣传 他说啊 你比如说 他说我们一个节目的一个微博或者微信 有一百万粉丝 一百万粉丝如果我把你这个节目啊 弄在这个上面 出个题啊什么的 至少这一百万对着回应吧 你的观众就增加一百万 他说现在都是这么行销 他说你 哎 豆哥你怎么 你就应该开啊 你不开着吃亏 然后呢 好 我在这边开着会 他在那边拍 拍过一会儿 宣传人员过来一问 说哎 豆哥 你那个穿的是什么鞋啊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我发出去啊 人家就问了 网友们就问 他是穿什么鞋啊 我在开节目会呢 他说穿什么鞋啊 后来我说 后来过了一会儿又来了 他们说啊 你穿的是不是薄熙来穿的那双鞋 我说这个受到严重干扰 这很好的例子 说明这个虚拟空间啊 跟实体空间啊 他现在就是这样交错 他非常直接的干预到实体空间 然后你看 我说我说我这不开 他有我自己的理由啊 可能我比如老土吧 但是你看人家猜的理由 现在就已经变成了 哦 你是怕成了大V招事吧 你看他现在好像大V 你揣摸你的意图了 大V招事成了一种普遍的一种话题 那么就是转五百下这事吗 对 就是五百下 我就想起这事 你说这个张家川这个 我好像是前两天看见网上的一个笑话 就说这个局长就找了一个算命的问 说为什么人家搞一大V都没出声 我抓了一少年出这么大的事 然后那算命呢 就指了他头顶上那苍蝇 就意味深长的一指 然后局长说看了那苍蝇 哦 我弄得太小 那个算命说不是 是因为你身上有屎 所以现在就是说嘛 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点什么事 你知道自己那么不干净 你还要去捅这马蜂蜗 最近这个张家川这个 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县尾大楼 我真的是慌张了 那个真太豪华了 土豪金啊 整个那个巨大 一个 而且他是贫困县 就各种东西 各种资讯把里头一招出来 都觉得这里头猫腻大了去了 就这样的一个张家川 本来我们都根本不知道的一个地方 活大发了 而且你说你像这个孩子啊 太有趣了 这个整个事情 我 他们最紧张的时候 你要想象一个图画 就是一个是一个具体的地方 一个县的公安 在对付一个初中生 因为一个小小的群体事件 这群体事件每天到处都发生 对不对 一个人死因不明 家属跟警方对这个人的死因 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事情到处都发生 关键是这个初中生发了几条 什么要游行啊 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是一条实际的线 但同时站在这个少年背后的呢 是空气当中 一个虚拟的网络 他看上去非常大 但是他是非常虚 他是随时被打击的 他可能嫖娼啊 大威啊 他们都是处在危机当中 这么一场 这么一场争斗 但从这个事件当中 我看过一个人的评论 我觉得还 想象给我印象挺深的 他就说那个孩子出来说了一句话 说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以后在网上说话 发言 发微博 我要经过考证 我要更加谨慎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孩子来说 是一件好事情 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这个 你确实不能够 不能够这样随便的 就是自己猜测的 然后写在网上之后 就变成好像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就或者是一个被经过核实事情 其实只是你猜测 我觉得这个 这个做法 其实并不正确 但这句话 同样也可以成为警方的话 警方也应该说 以后他们在抓这样的人的时候 也要更加小心的核实情况 因为当他们说 他的这个 发的这个东西 是挑起了严重的 社会事态的时候 其实他发的这个时间 是晚上十九点几 而那些举牌子的人是中午 有几条 他是中午发的 可是那些举牌子的人都说 他们那个时候 没空看他那个 那个发的东西 而且他们早就在那里 义愤填膺的 在那里抗议了 换句话说 你以他晚上发的东西 来判定说 他挑起了中午的事件 这个警方的这个证据 是不够严谨的 所以这个双方都应该 吸取教训 对不对 但是你要这么要求 其实这个就说 这就要求公民素质 普遍提高 你比如说都像我这样 行 我要在网上发一个 咱是新闻工作者 对吧 那不是事实 肯定不能说 但是我认为 大部分的普通人 他是不是很难做到 这个 你说 但我想 比如好像在美国 对吧 可能呢 也有人在网上 胡说八道 但他弄不成事 因为什么呢 权威媒体 在一切事情上 他有一个 发表权威看法的 这么一个气场 这是全社会公认的 对吗 我们的这个呢 是因为很多事情 权威媒体 甚至说凤凰为事 也不说 对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人们就可能会 误信谣言 对 而且你知道 他有些评论 也挺有意思 有一个姓徐的 是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的教授 他的意思是说 还是有事 还是应该靠律师 比如这位就说 感谢能够为你说话的人 特别需要理解和支持律师 律师是当事人手臂之延伸 是公民权利最有利的保障 律师代表当事人 代表社会 代表民意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 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律师兴 则法治兴 这人可能帮自己行业做广告 对对对 但是我必须说 现在也有很多律师 他就是前客 是法官和原告 或者被告之间的 行贿打点关系的前客 这种情况也存在 对 正常的司法运作当中 律师是赚钱的 可在这一次 他们律师是从道义出发 所以当警方退了一步 开始是刑事拘留 后来改成行政拘留的时候 他的后援团 就是那个小孩的后援团 都是道德义愤的律师 马上说未成年不能行政拘留 一下子警方就无可退了 他一查条文都有 所以在警方 这个小地方的警方 房子盖的精力花得太多了 在这方面 功课做的少了一点 真是 反正我刚好 最近又看了新的一期 The Good Life 我就发现美国人 你靠Good Life 就我了解 他的观点基本上都来自于Good Life 我这样我了解 就是用比较趣味的方式 了解人家美国的司法制度 那是美化 其实没有那么完美的 对 我相信肯定是 但中间有一个情节 就关于跟这个叫诽谤罪 就美国的诽谤罪 你知道他们的诽谤罪 就是严谨到什么 虽然不太容易告赢 但它严谨到什么呢 你在公共场合 说了比如说 我在有一天我在公共场合 比如是某个餐厅 我跟徐老师说 那个窦文涛 他其实已经结婚了好几回了 离了都几次了 有几个孩子在外面 如果被第四个人 比第三个人听见的话 然后比如说传到其他地方去 我这都算诽谤罪 在公共场合 说不是就是没有经过 核实的东西 就我当时我也惊了 因为我看那一期的时候 说这个内容的时候 哇 我说真够严格的 那大家说话 对 你想你都犯过多少回 反正那如果 我不知道我以前有没有 反正之后说话 那得小心翼翼 就像这样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万元之源 沧桑变迁 转瞬烟尘百年 畅儿通会 盛名远播 再兴圆明重光 圆明园在莫斯科 文化大官员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安排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说这个孩子的问题 堪于 你觉不觉得最近 一连串都是跟孩子 跟未成年人 有关系的这个新闻 而且那个惨 那有的 你说那那个父母都哭婚了 你知道这两天 哎呀真能够 我觉得这种父母 也真是 当然他自己也很难受了 一对小女儿 怎么跑到洗衣机里 给嚼死了 那个事现在就是 那个洗衣机的品牌的人 也站出来 说我们的洗衣机 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会运作的 然后呢 这个父母的说法就是 确实孩子就是这么进去 然后就被嚼死的 然后呢 有电视媒体的工作者呢 就拿这个来做实验 我刚刚看到的 就是把那个同牌子 同型号的洗衣机打开 然后放了多少斤跟米啊 20斤还是多少斤跟米 丢下去 就是跟那个 尽量跟案发的那个情况 是一致的情况下 他那个洗衣机真的会转 前两年有一年 我们不是说过吗 一年的重要事件 都跟交通事故有关 有一年我们总结过 什么甘肃的校车出事情啊 动车出事情啊 小月月的事情啊 都是交通事故 今年我发现 今年都跟法律有关系 一三年啊 社会的焦点啊 都跟司法案件有关系 非常奇怪 你看看这个 这个李某某的事情 对不对啊 这个薄熙来的这个案件 你看这个张扎家川这个事情 还有除了那个司法解释 什么夏军峰啊 你看一大堆的 都是跟打官司事情 而且呢 其实那个交通事故也好 今年的司法案件 成为焦点也好 背后都是网络是一个很大的推手 就微博是一个很大的推手 我是同意 你刚才那个说法了 所以我 其实我们另外一集节目也讲 中国现在的这个 这个微博制造的这个 这个网络的空间啊 是中国政治民主的一部分 要珍惜这个局面 毁是很容易的 毁是很容易的 机器网回开 你在网络上抓阶级斗争 是很容易的 可是要开创网络的民主 走到今天一想 我们可以算一算 它什么时候起了一个 盲目的不好的混乱的作用 什么时候它起的是一个 促进改革 反贪腐 实名举报 不是有很多实名举报都很好 比方上海法官的那个事情 你看 那个怎么着 也跟司法有关 那是法官 你看对不对 那就是 也是通过网络啊 你可以把网络的积极的方面 跟消极的方面 不是 邪蛮子这个是消极的方面 对不对 那秦国伙是消极的方面 但是积极的方面有多少呢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网络 跟司法这个交错啊 这是一三年的大退 张家川就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例子 至于这个小伙子自身的 我觉得那倒真是不要太捧 什么他们说 英雄出少年嘛 什么拿一个V字出来 什么说 沿海有学校要破格录取他啊 什么 他虽然付了很大的代价 他是一个冤案 但反过来 我们话也倒过来说 处理这个事情这么快 也说明司法 目前还是法制啊 对不对啊 你要说这个小孩子 我倒有一个 这个很奇怪的联想 就是说有些时候啊 我们出了一个案子 我们老想尝试啊 这个了解受害人的这个心理 对吧 或者说凶手的这个心理 但是这样是非常不靠谱的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他们弄了一些个这个学生啊 这个这个在QQ空间上 平常发表的东西啊 我怎么看看 因为我老做很多案子啊 我看看特别像是那个谁啊 复旦前一阵的那个投毒案 那个时候人们也说 说这个学生 为什么他给同寝室的学生下毒呢 我们要在他的QQ空间里 了解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可是我的结论就是孩子们的 这个年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 大体差不多 我就想串了 我说你看 他说哎 社会是如此的黑暗 什么要收心 要端正态度 然后呢 突然又又又又又又说一段 我抽烟但不嗑药 我能喝酒但不乱性 我崇尚暴力 但我很少打架 我人穷 但我不需要你同情 我一身恶习 但我有自己的信用 不知道从哪超来的吧 我长得不帅 但我会努力让自己善良 我不会给讨厌的人好脸 但我会真诚对待 每个帮助过我的人 我要的不多 只要一个相伴一生的女人 和一帮能参加 我的葬礼的兄弟 你知道 往往就是有一个因素 就是找不着女朋友的交集 往往 但是你说 他们过去一说什么 那种这个少年杀手或者什么的 拿出那个网络日志来 也是写一些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我说你希望 从一个人的这种博客网络 乃至微博里边 想找出一个人的行为动机 我认为这有点糊涂 所以辉哥成为500下第一人 关键我们不应该太关注辉哥了 关心的应该是500下的问题 对不对 干什么500下 就是你转 你还不知道啊 我知道 我想起 因为你没有这方面的危险 我跟徐老师都可能会有 这倒也不会 没错 你不要把他这个 接了四次婚的事 转500下 对对对 但是我党的政策 是不是真的产生了效果了 我估计 你们现在要发什么 是不是还真得注意一下 就是 你会自我审查一下吧 就是说如果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要不然你不敢随便 首先你这个说话不严谨 这不是我党的政策 这是两高的司法解释 是吗 这是司法系统的一个文件 当然了 现在也有人提出说 它里边扩大了巡视咨询罪 把它从实体空间转到虚拟空间 这个呢 其实应该人大才能够有权力 制定这样的法律文件 这当然司法界的人在说 不过呢 我就这个司法解释 我非常佩服的就是它的速度 你知道速度是快 对不对 所以谁说中国做事慢 中国的速度是跟高铁一样的快 高院跟高铁一样的快 对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先别说这个制度 是否是一个合适的 正确的 好的一个制度 但最起码有一点 就是说人在网络上 你在公共平台上 你说话什么的 你是要对自己说话语负责任的 特别是现在的微博 之前还没有实 现在到底算不算实名制 我也没搞清楚 就是说你在你顶着一个 你自己随便起的一个名字 而且可以随便换的名字的一个 这样的情况下 你在网络上发言 好像大家可以 好像没有责任似的 随便说 我想怎么说 怎么泄愤 怎么泄愤 这也是不对的 这非常不对 真的是 就是所以要不说 我有时候一说呀 就着骂 就是我怎么觉得这几年 党和国家的政策 我都挺支持 啥都支持 真的 但是说了 我说了好几次 我很真诚 就是当然 你可以去讨论 就说是不是该 这种办法去管 对 但是呢 每次党和国家出来政策 我天真都对 就是你比如说 你这个网络 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已经不可收拾了 而且那种呢 就是打着匿名的名义 对人家别人造成的那种伤害 你是不是有点刻薄呢 就是那你造成伤害 造完盐就完了吗 这些年多少人 就是受到这种伤害 比如说那种人肉搜索 污泥浊水 给人家和人家的家庭 造成了什么 过去之后 没有人管了 不负责任的 我跟你说 美国都不能这样的 美国有那个案子 你知道吗 在博客上 在网络上 只要证实啊 你对人家的人身攻击 对人家造成了实际的损失 赔一千多万的都有啊 那赔一千多万的都有啊 那赔一千多万的都有啊 中国也应该 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是他为什么 不抓典型出来处理呢 现在抓出来的典型 是一些 类似于政治言论一样的东西 你比方说雷锋啊 什么什么东西 那这样呢 人家就会觉得 这跟言论或罪的界限 怎么划分呢 你完全可以抓一点 更加实证性的 比方说就像说 某人重婚了 某人盗窃了 这一些造谣 你让他上诉罚款 这是好的 这就是正面的榜样 这是好的示范 他一开始抓的案件 就是跟政治言论有点关系 你比方说狼牙三五壮士 这个东西 那很多人现在研究 抗美援朝的一些东西 那比方说黄继光 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你现在还敢说吗 你这一说 他是你看发现没有 他是在维护公共秩序 对 不是 他在维护政治秩序 不是 我要是雷锋的家里人 对吧 如果真是这样 雷锋的家人应该起诉他 对 所要巨额 所赔 所要巨额赔偿 但这有点违反雷锋精神 是吧 巨额 对对对 这不是去广告吗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面对他 还有隐私吗 全球名人小心 在许歌辉面前 你为自己帮自己爆料 爆娱乐圈秘密 爆政坛内幕 爆真心话 爆眼泪 爆笑 人人交心相对 阳光保险 名人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 真的就是我挺不理解你们 我认为我在这个年代 属于一个爆残首缺的人 就是不开微博 不跟不认识的人聊 我觉得这种心理 是一种什么心理 很正常 说实在话 现在微博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 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是如果没有司法保障 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你随便碰到一个什么人 吃一个饭 我们经常会碰到 你在飞机场碰到一个人 一个人说你好 给你拍个照 对不对 一会儿你就在微博上面 你送你自己名字 这张照片就在上面了 那他至少 他也侵犯了你的私隐 那人家都是好意 那万一有一点 对你不好的 但是我觉得 这种整顿司法 就是应该 从司法角度整顿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不能完全 很多人问我说 应不应该实名制 我有一次做演讲的时候 我说应该 他们大家都很反对 他们听的人就说 他们警告我说 他说你赞成实名制 实名制会对中国的网络民主 带来很大的影响 我就补充了一句 我说如果我们没有言论 获罪这一条 实名制就是好的 但如果说你还是像过去一样 你有言论获罪这一条 比方说你对一件事情 你的看法不一样 比方张家川这件事情 你有不同看法 你觉得这个小伙子就是不好 那明天人家就来说 你来政治上来打击你的话 那这样的时候 实名制就变成危险了 所以我觉得实名制 就是应该跟取消言论或罪 应该同步并行 这个是整顿网络秩序的好 而网络对于整个国家民主的空间 那个好处大了去了 是啊 就是包括我觉得对于司法 包括反贪的那些 他们都省事多了 网民帮你监督 哎呦带什么表 穿什么衣服 包括这位张家川的事情 帮你一搜到底 你说你反贪部门 你省多少事了 你是吧 但是司法系统呢 不能盲目地跟着网络的走 因为网络举报 它实际上是有罪 对 司法举报必须无罪 你看到上面表哥 你就假定 大家都有个印象 你知道 这一条司法要跟网络拉开距离 但他可以从网络上 获得他有利的消息 或者是省令的消息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 最尊 还是对这个最尊 对 无最尊 这个最尊